一趟南湖大山纵走 十天九夜就要烧掉五十万元 台大团队学习与户外领导课程 登山募款引发轩然大波 过了一天师生终于出面 态度却不为所动 计划坚持不测 计划书更是不觉得有任何不妥 登山活动二十五名学生 经费全锁定在七十家企业 下手要求募款 不过不仅成功率仅过半 只募得二十五万元资金 还遭到外界踏伐声浪不断 质疑募款行为已经惹意 计划书自理行间 更充斥着一股浓浓的 台大声优越感 指导老师朱世伟更坚持 学生的用字浅词 没有问题 我们永远希望我们的学生 有自信的面向社会 他们出去的时候是有自信的 读这边的学生们 我们自己对自己 希望就是这么低的时候 那是不是这样是一个好的事情吗 仔细看看这二十五名学生 提供给企业的企划书内文 里头出了相当自信的 自认为将在未来扮演 台湾社会影响力重大的角色 还打着募款行为 是一场教育革命 甚至强调如果愿意投资 就算是对台湾教育的 关怀与回馈 如果常需要帮助 我们不需要帮助 但是这些都是 就是有意义的事情 就是我们可以透过了解说 我们的投资在我们身上资源 是怎么样被花掉 我的回馈是这样 我们的社会可能需要练习 做一个长期的投资 我心里觉得很多企业 在做这件事情 就是投资这些人才 他是二十年后 可能会回报在这个社会上 而不是马上 我们就会看到回报 台大领导学成 从97学年开办至今 当时的台大校长李四成 就发下好语 这门学成就是要培养 当上未来总统而开 其实这些未来的总统候选人 却打着包着美丽唐一的 狮子大开口募款 迎来明月四起 恐怕让台大始料未及 选成子分 李佩逊 爱情小组台北撑不到